清朝最牛逼的职业竟是的 二聘官员说打就打 选拔要求非皇亲国弃当不得 带心休假朝半年 这样的梦中情工作 竟是皇帝身边的小保安 俗称御前侍卫 在康熙王朝曾经有这样一个片段 一名二聘大员在宫门前嚷嚷着要见皇上 御前侍卫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山的大臣晕头转向 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不仅瞬间老师还要低声下气的赔罪 虽然电视剧有一些夸大的成分 但清史上的四位顶级大臣 就是从御前侍卫走出来的 第一个就是大汤官和珅 真实历史上的和珅 并不像影视剧中那样大富翩翩 人家不仅长得帅还会武功 最最重要的是和珅的仕途起点就是御前侍卫 和珅虽然没有显赫的出身 但是他的语言天赋能力极强 在乾隆三十七年 和珅成为三等侍卫后 有了面见乾隆帝的机会 之后和珅又抓住机会 在乾隆面前小秀一下 三言两语让皇帝心花怒放 不仅立刻被封为御前侍卫 之后短短一年就连升几几 成为皇帝身边的二品大人兼宠臣 除了和珅 像清朝的索额图 以及和他分平抗礼的明珠 连雍正都要称其舅舅的龙科多 都是从御前侍卫升上来的 这些足以见证御前侍卫的前途 到底有多么光明 怪不得二康逢人就说 自己是乾隆的贴身侍卫 这不妥妥需要自己是个有前途的帅小伙吗 皇帝身边的保安 居然还有这么多要求 不仅文武双全 长得好看也是考核标准 想要成为穿黄马褂的御前侍卫 首先你必须是上三级的贵族子弟 由于是皇帝亲选 武功首先要过人 因为皇帝还是对自己的人身安全看得很重的 除了武功好 长得好看文才斐然也是缺一不可 毕竟经常在御前行走 为了皇上看得顺眼 也为了顾及皇家面子 选拔条件的严苛可想而知 当然御前侍卫也是分等级的 但就算是最低等的兰陵侍卫 也是正六品的官聚 这不比寒窗苦毒十年 最后得了九品之骂官的穷书生抢得多 在网上的三等侍卫到一等侍卫 则分别对应着正五品 正四品和正三品 要知道古代正三品相当于现在的正不及 正不及的保安想想就很炸裂有目 在假设你成了御前侍卫 某一天却突然被皇帝外奉 你以为你的仕途戛然而止 不不不 最低等的兰陵侍卫都能当个成首位 换作现在至少也是个地方军区的扛把子 所以在清朝当保安根本不丢脸 甚至这种职业一般的皇亲贵族还当不上了 清朝的御前侍卫福利带有多好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工资体系 说来也气人 御前侍卫的前途不仅一片光明 就连薪资待遇也要比很多官员的凤雾要高 就拿最低的兰陵侍卫来说 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在五两银子 更不用说一等侍卫 当然工资还只是人家最基本的经济来源 刚入职的御前侍卫 不仅能获得四十亩粮田 而且某天皇帝一高兴出去交给有打格力 侍卫们拿到的赏银就有几十两 而这还是最基本的娱乐活动 要是哪天碰上皇帝过生日 侍卫拿到的赏资值多不少 甚至经常在皇帝面前混脸熟的一等侍卫 还会至此走上仕途 除了工资体系 御前侍卫们的假期 也是福利满满 就在我们还在体验着 996的社畜生活时 皇帝的小宝儿们早就过上了上六休六的幸福时光 最令人羡慕的是 上班环境还是大清顶级的紫禁城和圆明园 这就和一步踏进国企开始摆烂没区别 想来古人摸鱼是不可能的 毕竟伺候的老板也不是一般人 不过要是侍卫们遇到个小病小灾 或者因公受伤 不仅能够带心休假 还一休休半年 这种福利谁不想要 如果能够卡准这个bug 相当于一年只上四分之一天班 就能拿到全额工资外加不上线的年底分红 面对这样的工作 社畜们你们心动吗 一别愚蕴欠